維持海海的和平穩定 是我擔任總統的重要指令 我將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不背不看 維持現狀 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為主 對話取代對抗 自信的和中國展開交流合作 增進兩岸人民的福祉 達到和平共融的目標 然而 面對中國的文革骨骼 我也有守護台灣的決心 我們深感榮幸 也必定全力以赴 不辜負所說 選舉已經結束 所有選戰中的衝突和激情 應該要到此為止 兩千三百萬人民都是一家人 讓我們繼續攜手恒解合作 推動國家繼續往前 謝謝大家 在全球智慧化的時代 半導體產業是非常關鍵的產業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不然是台灣的優勢 也是對世界的責任 當然也是因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也是世界共同的資產 因為半導體產業 是一個全球分工 才有辦法成就一項產業 所以不僅僅台灣會珍惜 我們也希望 中國跟國際社會 都能夠一起 來珍惜這個產業 我們並沒有進行任何的挑釁 台灣是想要維持民主自由的生活體制 我剛剛在制止當中 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 只要對程尊嚴台灣很樂意跟中國 彼此交流合作 附近兩岸人民的福祉 來創造和平共同 而對於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未來我會大力的來協助半導體 半導體產業 從材料、設備、研發、IC設計 製造、封裝、測試 就是形成一個更完整的產業 能夠讓半導體產業在台灣 更進入的發展 也能夠因此造成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過去八年來 蔡英文總統在外交國防仰岸的穩健領導 是深測國際社會的肯定 未來我會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推動兩岸的事務 希望未來兩岸都能夠回到健康有趣的交流 當然也例如你所說 蔡英文總統這八年來持續不斷釋出善意 那很可惜中國並沒有給予定我的回應 那我們也希望在未來 新的情勢之下 中國也能夠體認到 和平是符合雙方的意義 台海的穩定 更是世界安全跟繁衡的必要元素 中國也能夠體認到 他也有責任 大家共同來促進兩岸的穩定跟發展